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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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冰時光雨 照在黑暗裡 憑詞 李宗盛 借平你憧憫 先令你指引 既付我勝利 眼浴逸逢 成为神而已 我属你心意 你的爱奖礼 牺牲自己尊重我胜利 我要去万全会保养 无心在家间线上 我属于奖礼 将生命绅一息 却如我心里 今处你爱你 永恒的痛在你 祝你时光明 祝你时光明 照在黑暗里 全日的愿命 生命的指引 主死我生命 恩典与真理 成为神而明 我祝你心里 你的爱藏你 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 我祝你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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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恒的痛爱 你心里 祝你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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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祝你心里 你心里 把它捉拯救我 全身心里 祈祷的岸里 永恒的风在地里 终于来 祈祷的时光明 照在黑暗里 照在黑暗里 祈祷的岸里 永恒的神明 祈祷的岸里 祈祷我圣明 祈祷我圣明 我丹槤于真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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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 世界泡羊 全地赞美 为我忘乱 你的爱证明 习下自己拯救我生命 荣耀尽往真回到来 我心在教权现场 我重处降临 让笑意继续 吹入我心里 静怒你爱证明 恨恨我爱证明 我重处降临 习下自己 尊重够生命 我重处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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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生命继续 吹入我心里 静怒你爱证明 我重处降临 我重处降临 你的爱证明 你的爱证明 自己担心里 尊重处降临 你的爱证明 四人都需要震溃 我重处降临 你依稍感 我的爱证明 我重处降临 将生命清醒 水入我心里 进入你爱里 永恒的痛在里 我救主降临 我救主降临 将生命清醒 水入我心里 进入你爱里 永恒的痛在里 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你的爱也没有保留 谢谢耶稣 因着爱世人的缘故 你道成了肉身 你为我们降世为人 请自用你宝贵的生命 将我们赎回 总是你的恩女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你说那丰盛的产业 谢谢耶稣 你的爱 是那么样的尝阔高深 为了我们被定食在那十字架上 也为了我们的死利复活 好叫我们的信仰有确信 知道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 你要吹入我们的祷告 你要满足我每一个人的需要 总是世界的中心 所有人应该都要来认识你 我们宣告万事都要跪拜 万口都要承认 我用你是真神 我用你是活神 我用你是可以得一切称颂荣耀与赞美的 谢谢赞美耶稣 今天往上让我们能够用敬拜 来与你相亲 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今晚的坛就在这里设立 我们与你的关系就要被恢复 我们就要被你所分别 总被你所分别为圣 因为我们是你所爱的 我们是你所拣选的 我们是你的荣耀 使你的喜乐 使你的冠冕 我们是你眼中的同仁 是被你日夜所保护的 耶稣感谢你的恩典 以你受病伤 以你受刑法 让我们能够得平安 让我们能够得自由 只要是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 更多地寻求你 总能相信 反而寻求你的什么好处也不缺 总只管单单来到我们面前 敞开我们的心门 让请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头 主要我们的一生将不再一样 耶稣我们谢谢你的爱 谢谢你的恩典与慈爱 谢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 谢谢你今天晚上将宝贵的圣灵 与你丰富地浇灌下来 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享受在敬拜的同在里 让我们在今天晚上 能够安稳地探索在你的翅膀樱下 祝我们说敬拜你好美好 祝我们说敬拜你好甘甜 祝我们享受在你的同在里 享受在你爱的包围里 赞美耶稣 敬拜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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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今天晚上 将最好的敬拜 全然恭敬地摆上在你的面前 任我们的祷告 任我们的赞美 都能够成为新香的祭 任我们所摆上的一个好的喜悦 任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 是哪能够纪念 主啊 愿你誓言你誓恩惠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这样子祷告 这样子敬拜 这样子赞美 事公告耶稣 基督的名 阿妹 那我们再次拍手 将祢老公为神 好的 敬拜 家里耶稣 祝祝祝祝祝祝祝 好的 敬拜 我们用主教导 我们的主教文 一起来祷告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家名 愿你的旨意 心在地上 如同心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祭祝祝给我们 念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乐 以为国度 劝定 勇药 全是祢的 直到永远 阿妹 用今天请坐 把读机的时间 交给蔡卫林姐妹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让我们一起来 攻读神的话语 今晚的经文有三处 第一处在马可福音 十章四十五节请 因为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暑假 第二处经文在罗马书十二章 一至二节请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第三处经文在菲利比书二章 五至十一节请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似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五不屈膝 五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以上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消息 敞开小组 共有十二周 本周我们进入第十一周咯 在聚会中 我们要帮助小组员 认识教会的意义和价值 邀请小组员走进教会 与我们一同领受 上帝透过教会 带来的恩典祝福 本周我们一起来到 奇妙牧区的敞开小组现场 我们在敞开小组里面看到 很多奇妙的事情发生 因为只要用爱去关怀的 主要有爱一定伟扬 主你来祝福他们两个 合作起来 我们在这里经营的敞开小组 让你自己领得高举 让你自己的爱你的救赎 能够临到所关怀的这些人的身上 主要我们这样服侍你 你就会来服侍我们 怎么样全新的改变吗 或是说你最近这一周来 从上个礼拜四 我们去家庭礼拜 到今天呢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 祷告门锥丁的故事吗 谁有感动 因为明哲明响真的 现在越来越喜乐 真的很不一样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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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充满,你充满,你充满 哪里有疼痛,哪里就要修复 主要祝福你们,去耶稣的心愿的地方 谢谢 不会是我爸祖啊 真的是主,我们只不过是神的器皿而已 所以荣耀归给神 然后我们继续要祷告,那不是不再痛了 而是完全不痛 所以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器官 都有属灵的性格,生命的意义 90天进食祷告运动 我们正呼召300名祷告勇士 为即将在12月26日举行的全人医治特会 以及12月27日的受洗典礼 献上祷告,并持续为文创中心 门徒养育班、敞开小组 明年的总统和立委大选 以及为个人的灵命复兴献上祷告 清晨与主见面 清晨与弟兄姐妹携手祷告 祝福我们居住的城市 守望我们所爱的家园 邀请弟兄姐妹们 踊跃加入各牧区 清晨走岛运动的行列 就在今天 朱春梅姐妹的大儿子 游国安弟兄 与孙克让先生的千金 孙家园姐妹 在圣殿要举行结婚典礼 时间是第二堂崇拜结束之后 欢迎弟兄姐妹们一同前来观礼 为这对新人献上忠心的祝福 吴廷牧师即将在天桥教会 举行四场特会 时间是12月18日星期五 下午2点和晚上7点半 以及12月20日星期天 下午2点和晚上7点半 邀请弟兄姐妹们 预备心来参加 12月份充满恩典的季节 在接近年底 天桥教会安排了一系列的活动 在12月26日星期六上午 10点到下午3点 将举行全人医治特会 12月26日星期六晚上7点半 举行福音总动员圣诞晚会 12月27日主日第二堂将举行洗礼 12月31日晚上10点半到凌晨0点30分 举行跨年祷告会 邀请弟兄姐妹们 在年底来参加这一系列的活动 南都电台FM89.1频道 在这个礼拜天早上8点到9点 天桥之音单元 由林宪平牧师主讲 以马内力 晚上10点到11点 真情相遇单元 本周希望之光执行长和温妮牧师 将与我们分享他的信仰见证 希望之光生命之光 接下来11点到12点 古典乐心灵鸡汤单元 本周播出犹太一的小提琴家 帕尔曼在俄罗斯的现场音乐会等曲目 以下是财务部的重要消息报告 为了帮助弟兄姐妹们 顺利取得今年度的奉献证明 有以下两件事情 请特别注意 第一是 在12月27日主日前 完成今年度的奉献 第二是 开立支票的兑现日期 请开在今年12月28日之前 接下来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们敬爱的林宪平牧师 为我们讲到分享 体育子妹 大家平安 你是否可以用一个非常热切 然后充满慈爱 然后充满热情的眼光 然后伸出你温暖的手 向隔壁的人说 宴礼平安 你会觉得很难吗 我每次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在外面做招待 那个脸就是这样 平安 有一天 撒旦奶都会怕 何况天使我想是不敢进来的 不知道各位 不知道各位 你是否曾经想过要服侍主 感谢主 感谢主我们都会说 你知道吗 我最近带安安去的同工 问了一个叫做婷婷 她的先生叫申言 我就问申言说 申言啊 你太太对你好吗 她跟我回答一句话很好玩 她说 我就是那一位说感谢主的那一位 你听懂在说什么吗 也就是说她太太常常欺负她 她是在说感谢主的那一位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人说 我要服侍主 我们好像对服侍主的概念好像不太清晰 你知道哪个奉献带是在服侍主 你知道在上面做PA 在弄投影片是在服侍主 也许你也没想到在外面站着 是代表着耶稣在做服侍 你知道吗 我知道很多人不知道 服侍是很重要的 服侍代表那个教会的品质 服侍代表那个教会本身的形象 所以你要知道 你真的要服侍主的人 真的要谦卑下来 我们的神从天上来到地上 你有没有感觉到 从天上来到地上 有没有很难 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 然后来到地上来 服侍人 谦卑地成为人的仆人 所以我跟各位讲一下 当一个传道人 其实是在服侍每一个人 就是在成为众人的仆人 我们没有办法有自己 有一种行业是很不好做的 他的这个职业叫牧师 他是24小时在服务的 你知道吗 任何时刻有人打电话给你说 牧师 现在是晚上三点钟 但是我的孩子生病 在心有意愿 你要不要来 你要来 你不来的话 你不要再去看看 大概会恶名昭彰 你知道吗 半个月接到个电话说 牧师 我的妈妈停止呼吸 你知道吗 你要不要去 去了以后又发现到 又活起来了 我遇过好几次这种情况 有一次菜友的长老 打个电话给我说 牧师你赶快来 我说什么事 我的爸爸快停了 就是快停止呼吸了 那我就 那是在半夜 我就开始甚至杀到他家 然后去的时候 忽然之间他这里又在跳 这里 摸这里就要跳 那个菜长老告诉我说 你牧师 刚才停了 怎么你来的又跳了 可是他的菜长老的太太 又摸一下 又跟我说 牧师这可能会再跳两个礼拜 我说那我先回去好了 他说你不等一下 我说现在晚上四点多钟 我先回家睡一觉一下 如果万一有什么事 你再叫我 他们又想一想说 如果万一停了 又叫你来很麻烦 你是否可以陪我们 有一个又说 两个礼拜以后才会死 你到底要停水 你要不要在那里 还是要回家 你的选择是什么 回家 不对 还是要坐在那里 陪他们在那边看那个人 然后眼睛闭起来 然后在这里跳 然后真的两个礼拜以后才死 还好我没有坐在那里两个礼拜 你知道吗 我是坐到清晨 我说我肚子很饿 跑到府前路去吃了一个巴掌 还有喝了一碗米苏汁 你知道吗 然后回家 然后我都一直祷告说 神啊不要再叫我 你看 护士有没有很难 你觉得好像很简单的一件事 那么我们教会越来越大 你知道最近 因为教会越来越大 然后老化的人越来越多 死的人越来越多 你知道吗 一个礼拜下来 我现在听到死亡的人 越来越多 你知道吗 郑德的爸爸也死了 郑德的爸爸死了 对 然后一个 买馒头的妈妈的儿子也死了 那么一个高雅姐也死了 前几个礼拜 教会死了三个 这个礼拜要死了三个 我以为是这样子住了 你知道大概不会再死了 然后夫人之间 昨天晚上又死了一个 就是叫我一个姊妹的妈妈 要死了 我就看到 如果是教会之后一个牧师 大概要天天奔上 所以我曾经看过太平静教会 走过去的时候 他们老人比我们多 会常常遇到很多的困难 有没有 所以弟兄姊妹 你知道服事是很难的 你知道服事是很难的 我们主从天上来 你看一下今天晚上的圣经 他说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并要舍命做多人的暑假 iter一次 来 你读看看 来 因为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暑假 你再读一次来 因为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事 乃是要服事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暑假 耶稣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怎样 去服侍人的 我们做传道人 或在教会里面当同工的 或是你真的蒙招 要去当教会的一个工人 你是要来服侍人的 你知道吗 你不是要让人来服侍你的 你搞清楚吗 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去吃饭 那个弟兄就跟我说 牧师这种小钱你一定要付 你知道吗 他说修吉利爱服 好了我就付了 第二次我们又去吃饭 他又跟我说 牧师这种小钱还是你要付 我说好了再也付 第三次我们又去吃饭 吃了一个日本料理 他说这种小钱还是要你付 你知道吗 我联系跟他吃了六七次 他都说牧师这个钱一定要你付 然后到最后 我跟他开玩笑 他说每次都我付是不错了 他跟我说 施比受更有服 这样对吧 对啊 来再来 他一跟我说 你来本来就是要服侍我们这些弟兄姊妹 出了一点小钱 那又算什么 我有机会就替你出大的 你现在就出小的 所以我每次都出小的 都是 我都有百七八百 一千多都是我付 付了十次之后 我心中也是很 非常的甘甜 为什么呢 因为我来就是要付款的 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想过说 我来就是要怎样 服侍主 我来就是要服侍人的 你不要计较 你知道吗 知道我们在买土地的时候 买土地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买土地 缺了很多钱 我们在他叫做小组 然后有一天 做完小组之后 他就告诉我说 牧师这张是你这几年来的 第一张的回应回报 他开了一张支票 说这张支票呢 是你这几年来的什么 第一张的回报 我听了以后心中很快乐 你知道吗 请了他吃了那么多次 终于有一张回报了 可是呢 那张支票我不敢打开 因为我不敢看里面是多少钱 你知道吗 因为开支票 如果拿现金的话 可能比较知道一点 给各位提示一下 这一百万一公斤 你回家蹭一下 一定是这样的 你如果有一百万可以吃 没有一百万无所谓 就是五十万蹭一下就知道了 五十万就是零点五公斤 那没有五十万的话 你就蹭十万就是零点一公斤 这么简单 那么这个弟兄拿了一张支票给我之后 我就回去了 然后我在路上还是受不了诱惑 我就把它打开 看里面是多少钱 他第一张的回应我的 请他吃饭的钱是多少 我一打开之后 我只有说一声感谢主 你知道吗 四百万台币 他说是第一张 我就隔不久 我打电话给他 要不要吃饭 他说现在不用吃了 过几天你在哪拿一张 你知道吗 过几天在哪拿一张 有一天他在敬拜 又告诉我说 牧师 空气底下很不好 我要把这个教会的空气 都很新鲜 所以他就买了一台很贵的机器 放在上面 在做对流的工作 你看 当你服侍一个人 爱一个人的时候 所回报的是什么 你想不通的 你爱一个人 甚至爱一个人 就服侍一个人 你所得的报酬是什么 是百倍的 是千倍的 所以你永远要记住 我们要卑微下来 当我被呼召成为传道的那一天开始 我就开始预备 我将来要服侍神 所以所有浪漫的生活 高傲的生活 我都在神学院过过的 你知道吗 因为我知道将来 我进到教会 可能会被长老欺负 然后我要开始 很谦卑的去服侍一些人 我就已经预备好 我们被呼召 你今天被呼召 在教会里面做一个服侍 你要知道 这是个最大的祝福 因为耶稣这样说过 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怎样 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 俗价 有没有 所以保罗说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欠你们将身体献上 当作佛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许悦的 当你要服侍的时候 要把你的身体 完全在献上 要完全在献上 当作佛祭 当作一种敬拜 把自己的身体 献上去服侍神 是一种敬拜 你知道吗 然后是圣洁的 是神所许悦的 当你在服侍的时候 你是圣洁的 然后是怎样 神所许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我不知道各位 来服侍神的时候 你会不会远失了 对不对 我看有些人说 我不是你穿的 你叫我去佛祭兄弟 你知道吗 其实不是的 服侍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很甘甜 很被祝福的事 而且服侍的人 一定要有意悲心 你知道吗 以前一个阿嬷 已经过世 他住在 以前 年轻的时候 住在佛祭兄弟 然后叫到台南来 有一次我礼拜六 一切太忙他 他不在家 只有他的儿女在家 我就问他说 妈妈呢 他跟我说 他们家里跟我说 那个阿嬷 礼拜六 一定会去洗头发 你知道吗 然后打扮得很漂亮 预备明天要去见神 每个礼拜六 他都洗得很漂亮的 隔天要来见神 你知道吗 他很谨慎 他礼拜天要来见神 你知道吗 我们这些服侍的人 是不是要一备心 礼拜六就要一备心来见神 有没有 有一次我在朵六教会 看到我们朵六教会 那个师母 李汉师母 有一次 他把圣经拿给我 不晓得叫我做什么事 要读圣经 还是做什么事 结果打开圣经的时候 那五十块 我心里都拿凉几个中楼 我就问他说 我孙女 这五十块是要给我 他说不是 是孩子 要被骂了一句 五十块不是给你 我说做什么 那是他每个礼拜 做奉献用的 我说奉献则这么新 他说 你要奉献给神 一定要拿最好的 你知道吗 那时候的五十块 大概是现在的 差不多五百块 你知道吗 他把那个最新的奉献给神 他那每个礼拜 每一个月他都预备好 你知道吗 不停不停落下来 我是很欢迎 你说我是我的 结果不是他做奉献 你有没有感觉到 其实你要服侍神的时候 那个心态 有没有准备好 你真的有没有准备好 所以弟兄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以神的慈悲 欠告你们 你们要将身体献上 当作佛祭 是一个佛的祭 把自己佛佛的献给神 然后你是圣洁的 然后你要献佛祭的时候 是神所许悦的 我希望你每次来到神的面前 要服侍神的时候 一定要怎样 是神所许悦的 所以你也不要去 效瓦这个世界上 你再读下来 你看看 你再读下来 服侍神经读下来 好来 你看看 好来 不要效瓦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存钱 可喜业的旨意 不要效瓦这个世界 不要用这个世界的方法 来服侍 而且心意要更新变化 最主要是什么 我的心是更新变化的 我的心真的是要用我的 整个生命去服侍神 然后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存钱 可喜业的旨意 你一定要常常查 我的服侍 是不是神的旨意 而且我在服侍神的时候 是不是善良的 是存钱 是神所喜业的 你一定要去查验自己一下 有一次 旷街友牧师告诉我一件事 他说在教会有四五千人的时候 忽然接到一通 一通那个 也写给他的email 邀请他去一个大会 做祷告的服侍 他就回他们email说 我怎么服侍 他说你来的时候 你是跪着我们 我们有三天的时间要开会 你就跪着三天好好祷告 他答应了 你知道吗 他真的答应 然后他大会 他是一个六七千人的教会 那么开会的人的教会都很小 但是被邀请去做祷告 他一进到会场 就开始跪着祷告 祷告了三天 起来是一个 说他都连走路都不走 你知道吗 但是他有谦卑 这谦卑 为人家邀请他祷告 他就把祷告的服侍做得最好 他不是说 我怎么 我已经六七千个人的教会 你们只有一百人 你们怎么可以叫我做这种事 服侍的 你知道吗 他是谦卑的 你知道吗 所做的事情是什么 善良的 存全的 神可喜悦的 你要知道 当你要服侍神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说 我所做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是不是将自己 当作活迹献上 而且把很多的工作 是很卑微的工作 你也把它看成是自重要的 你有没有感觉到 在教会里面掃地 这是很重要的 每个孩子成长过程 都是大人洗他的脚 有没有 请问各位一下 在孩子长大之后 回过来洗 爸爸我给你洗脚吗 在那里呢 中风之后 我给你洗 不然你根本就没记住 甚至他就这么多 我都给你洗 他每个人都说 你比较好吗 有了 快点 快点 你站着最好 众朋友很好 你怕碰到你了 所以我现在在想说 我年老的生活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就是跟师母坐在轮椅上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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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外佣 一个人扶持一个 你知道吗 老村啊 看这个 那就是今天的 今天在这里 红少人到前来 在文创 然后扫几次 扫文啊 这是你什么人 他说我怎么知道 这我扶三百日了 扫文你不扫理吗 他说不扫理 这我不扫理 这不知道为何来 我扶你 我自己就死了 你要越老 有没有人会服侍你 其实我每次看到 其实我蛮欣赏蔡师母的 他每次看到人 就会拥抱 然后回去跟人家开门 我现在服侍的态度 真的是让很多人 可以学习的地方 他就很快乐 蔡牧师是这样 我都拜托一下蔡牧师 你可以进来坐下 不要站在那边 不要站在那边 有个指挥 有一次来几周 见到蔡牧师 然后坐在那里 哭了好几分钟 我打电话说 牧师你怎么接着 那面子打的人 站在那 那是警察 我说没有啦 他是面恶心善 还是心善面恶 所以你到底 我会有这种服侍的态度 你是我常常会想到说 我怎么去服侍一个人 再想一想 你到职场嘛 对不对 你有没有想过你到职场上班 路易 来到玛格罗上班 叫他八点半来 他会九点半来 然后呢 他来的时候叫他洗杯子 他第一次跟我说 我不是来洗杯子的 我说你就是怎样 洗杯子 然后我发现到现在年轻人 要背回去做洗杯子 然后扫地 有没有很难 很难 那么有一天我就跟他讲话 说Ruby 你这个做也不是 那个做也不是 其实22K对我来讲 是很难发给你的 你知道吗 我跟他讲说 如果好的工作 你应该自己去找 他吓了一跳 你知道吗 因为他的同学都找不到工作 只有他找得到工作 我只是恐吓他而已 他慢慢的学会洗杯子 烧地 你知道吗 也不是很认真 你知道吗 那我发现到 一个孩子如果进到职场 他如果在教会里面 学会看到这样的地方 就会擦一擦 看到厕所擦 这样就会洗一洗 你知道吗 看到杯子那边 就会收一收 这个阿巴桑在那 还没怕 他就会倒伏 他走进职场 有没有人会很喜欢他 人们也 大家也要选这种情报 那不是这样 有没有选那种 我站在旁边看 没有 没有 所以弟兄姊妹妹 我提醒各位 当你在读经的时候 怎样读到你的生命的里头 让他成为你的生命的全部 是很重要的 当你看到别人 卑微在服事的时候 那种卑微的态度 的确是我们一定要怎样 去学习的 有一次我在读到 读书读到日本有个教会 在写他们的教会的历史 他们教会有一个国会议员 他们教会不大 只有五六十个人 那个国会议员 包办了一个教会的事 就是礼拜六来扫 礼拜堂 第二样事 日本人要进到教会的时候 都会把鞋子托起来 他就是专门拿人家鞋子去晃 你知道吗 拿在回来的那一个 有没有很卑微 大家跟他讲说 你为什么每次要去扫教会 他说能够清洁圣殿 是我的荣耀 我能够为耶稣打扫圣殿 能够进他的圣殿 已经很荣耀 而且替他打扫圣殿 是不是更荣耀的一件事 对不对 他说我能够卑微的 我没有办法替他洗脚 能够卑微的拿起 人家的鞋子去放好 然后他们出来的时候 我能够很有顺序的 发给他们 这是不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 他说我就是用这种态度 在服侍国会 用这种态度服侍我们的神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 你如果从小事上 没有很忠心去服侍的时候 你在大事上就是不会尽忠的 你越小的事情做得越好 大的事你会怎样 也会做得越好 所以你要确信 其实在教会里面 服侍神是一种很荣耀的事 而且是专心摆上的一件事 你知道吗 我一直想提醒这些赞美敬拜者 不是在上面只是唱歌 你知道吗 那个唱歌 谁都会唱得比我们好 有一次 我遇到通安阁 通安阁你们知道吧 通安阁 他是我们天桥教会的会友 在加拿大 他有一次告诉我说 牧师 要听好歌一定要到教会 教会诗班唱得很好 而且教会是最会唱歌的地方 但是教会会唱出有生命的诗班 在台湾没有几个 他告诉我这件事 我吓了一跳 他说还有一样 找唱歌唱得很好 都在教会的里头 可是会唱到生命会让感动的人 且也很少 真的哦 你看看 所以你们在赞美神的时候 是怎样把整个生命都唱出来 你知道吗 你怎样的把所有的弟兄 准备都带到神的面前 这是一个概念 你知道吗 所以他在车上就带我唱歌 通安歌很好玩 他就带我唱歌 牧师我带你唱一首歌 他一边开着他的Lexus 然后他唱歌 我也唱歌 我们在灵歌对唱 然后他觉得他很享受神 其实那个时候 他已经有一点忧郁症了 这些影星都是一直想往上爬 爬到这里 压力都很大 结果呢 我发现到 他除了金派神之外 他没有办法有平安的地方 他跟我说 他很想放下属世所有的工作 跟童牧师去做工 他说双童合一 你知道吗 我说这也不错 两个姓童的 童安格 童建墙 就是双童合一 他说他真的很想放下 属世所有的一切来服侍神 他真的不想再服侍世界 每个人都是这样 他觉得服侍神是那么样的美 你知道吗 但是你要服侍神的时候 你预备好了没有 你今天进到教会里面 当一个招待 你预备好了没有 当你在做PM 你预备好了没有 对不对 你拿一个奉献袋 你预备好了没有 你是不是预备好你的心 然后呢 明天呢 要把那个最美好的那个face 献给神 也献给弟兄姊妹 我去韩国敬拜 然后看到韩国教会的指示的服侍 让我觉得很感动 这些指示们每次在敬拜的时候 分很多角落 他们都会站在那里 每次在唱歌敬拜的时候 那些指示都会举起手 让兄弟姊妹也很感动的举起手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都 台湾人都很小声 那些棘手的指示就会过来 然后呢 带着你大声呐喊 你知道吗 他们会服侍到 你会大声呐喊 叫你啊 这样呐喊这样 那个时候有个姊妹叫王九慧 王老师 他到四十几岁都没有结婚 他跟我们到韩国去 他每次祷告都这样 没有什么声音 那个韩国人就打开他的手 然后呢 跟他 跟他一直摸他的胸部 他那个姊妹不是弟兄 一直摸他胸部 王九慧就 不要了 不要了 他说OK That's right 完了之后呢 我发现到 原来这也是他们牧师教的 你知道吗 姊妹们听到没有 你们不大声的话 我就叫另外一个姊妹 拍你的胸部 让你大叫 然后你就很大声地祷告 结果他们的教育 都很大声在祷告 这种服饰也是很美 我期待着各位 你一定要改变过来 能够在教会里面 做一件小事情 是一件很容易 很荣耀的事情 你越进到服饰的里头 神越祝福你 神越恩待你 这次师母有问那个 叶子 叶子师母 就问她说 我们这个师母 怎么会敢问这种东西 我都不敢问 他很直 有时候他讲话 都会发抖 然后很多事 是不应该问的 然后我又不应该跟他 禁止他说话 他问他说 师母 A子师母 你们什么时候 才开始有钱的 我这样问 财富丰盛起来 我觉得不敢问 他的答案很简单 他的答案真的很简单 这个答案是大概 所有人要想的一个答案 当他们被服饰 成为前职同工之后 他们顺服神的服饰 去做神的工作的时候 财务就丰盛起来 前几天晚上 他们在北京讲话 Morgan Stanley 来跟他开会 我们教会的同工 也有两个在那边开会 那个Morgan Stanley 那个总裁 跟他同桌 你知道吗 Morgan Stanley 在他们当中 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你敢听吗 因为每个人手中 都握了几百亿 那有可怕吗 那个Morgan Stanley 只能够坐在那里 听人家讲话 我们教会那个弟兄跟姊妹 跟人家讲 他有几百亿 你听懂吗 虽然没有 都在天上 他也假装会很像 但叶子真的很厉害 他真的很厉害 我到他家之后才知道 那种丰盛 你没有办法说出来了 等我到他家的时候 看到一个雕刻 是一个很大的红纸鱼 你知道吗 大概要超过 一两千万的人民币 他就放在地上 所有的每一块鱼 都超过一百万 两百万的人民币 整家都是这样 我就问他说 怎么你有这么多啊 他说感谢主 他说一句感谢主 我服侍主 他说这样 他很小声 讲话 感谢主 我服侍主 主就祝福我 我说怎么祝福你 你知道 他在告诉我 说现在习近平打贪 你知道吗 所以所有外国的人 那个东西都要赶快 从他家拿走 没有人敢收 只有 他们都打听到最后 只有叶子敢收 因为他不是政治人物 你知道吗 结果大家都很贱价地卖给他 他都很贱价地买 你知道吗 你看 他有一天去看那个饮食 一颗 饮食你们看过吗 你们有过吗 拥有过吗 他到一个博物馆去看 一个饮食 一颗七千万人民币 这么大一颗 他那一天 我到他家去 他地上一袋 一袋 李牧师 两颗送给你 你是我敢拿吗 因为我不是要拿两颗 我是要拿一百颗 所以两颗我绝对不会拿 因为拿了就漏地了 你就是来这要怎样 拿这两颗 不然这个 你看拿了一颗玉这么大 牧师这个送给你 你敢拿吗 我不敢拿 为什么呢 因为我要他一百颗 你听懂吗 为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说 你跟他拿了以后 祝福就不见了 有时候他试探你 你知道吗 但是我就发现到一件事 真的是这一件事 他的牧师真的非常卑微的 在山东 在传福音 他每次跟他 一坐下来谈话 就是传福音 然后每一件事情 他都以神的观念来看 他所有的同工 他都带他们信的主 你知道吗 都信的主 他没有信主 不能进到我的公司 一定要信耶稣 才能进到我的公司 你听好没有 开公司的 开咖啡厅的都一样 要信耶稣 才能够进到我的公司 来拿咖啡杯 他说这个概念 然后呢 我发现到神真的满满的恩典 在他的身上 弟兄姊妹 预备好 开始服侍主 你如果预备好 礼拜六我们就不要 请伯父上来打扫 我们就自己来打扫 文创将来会让你扫到 天官低安 因为有四千品可以扫 我们可能 我现在已经在预备好 这个七块 就是建制的 然后这一块 是零的一的 然后这七块 是扫恩的 各有七块 要打扫干干净净 你看看 如果能够来打扫 神的店 是不是很荣耀的一件事 有没有 能够来服侍主 是不是也很荣耀的事 服侍万王之王 万子之主 是一件很荣耀的事 因为神慢慢的跟我们同在 让我们走进服侍的当中 你再把今天晚上的圣经 来读一次 你读看看 OK 来 我们读一下 来 因为人只来 并不是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舍命做多人的书架 再来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欠你们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许业的 你们如此事奉事 理悟当然 再来 不要笑话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存钱可许业的旨意 再来 你看 当以基督 耶稣的心为心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 以神同等为 强夺的 反道虚极 取得奴服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胜负 以至于死 皆死在 死下上 连我们都很卑微的 服侍神 服侍人 让神的恩典 在我们的当中 服侍神 服侍人 是一件很荣耀的事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后我们 谢谢你 让我们有机会 来服侍你 神啊 让我们真的 委身在服侍的当中 让我们谦卑自己 卑微自己 是否你的带领 来做一个服侍者 我确信 我们服侍你 你就服侍我们 我们死下自己 你也死下你自己 你的恩典 就会满满在我们身上 神啊 带领我们向前走 恩待我们 主我们现在要奉献 也求你 祝我们的奉献 我们这样祷告 奉基督 耶稣的名 Amen 我们一起来奉献 你如果第一次到教会来 不要介意这个奉献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 却没有爱 我可以明白所有事 却还是空白 我可以有心心一山 却还是孤单 这世间没有了爱 以前仍是黑白 不要埋藏在心里 把爱说出来 不要默默在一旁 把爱活出来 我可以再更多一点点 不怕被伤害 把离婚锁起来 爱可以再更多一点点 从颠覆来的爱 从颠覆来的爱 把剧化抹开 发现幸福在转角 与你相遇 一瞬间 一瞬间 这世间 这世间 变得好美 变得好美 发现 发现 幸福在转角 与你相遇 幸福在转角 一瞬间 这世间 变得好美 发现 幸福在转角 与你相遇 一瞬间 这世间 这世间 变得好美 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主啊 是的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来学习 和神你心意 服侍你的态度 主要愿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学习像耶稣一样 的来服侍人 而不是来受人的服侍 主要愿你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 让我们更谦卑的在你的面前 让我们谦卑自己 让我们接受教会一切的教导 让我们在你的面前 能够欢喜快乐的来服侍你 主耶稣 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来维生 将我们的身体 在你线上成为活祭 也愿你能够来悦纳我们的生命 我们也将我们的金钱奉献给你 愿你能够一同来悦纳 也愿你满满的福分 与我们同在 也让这些金钱 能够成为你事工所用的金钱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 我们这样子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姐妹平安 以下的时间我们要来介绍今天的新人 我们今天有三位新人在我们的当中 第一位是林瑞宏弟兄 请问有在我们当中吗 可能先离开了 第二位是陈莉莉姊妹 她在我们的当中 欢迎她 第三位是林淑远姊妹 在我们的当中 欢迎 好等一下邀请两位姊妹 能够等一下留步 到我们的新人招待区 我们那边有童工等着招待你们 弟兄姐妹 好不好让我们再一次跟旁边人说 我们要更多的服侍神 好不好此刻让我们一同起立 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要先离开的 可以先离开没有关系 也请这两位新人能够先到我们的 新人招待区 好跟我们的童工有一些交谈 然后他们要招待你 好弟兄姊妹 让我们今天晚上 再一次的将自己的生命献上 成为活祭 让我们真的能够像 马太福音所记载的 这一个把香膏 献给耶稣的妇人一样 将她的生命 将她最好的一切献给她 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来荣耀她 弟兄姊妹我要邀请你 首先我们为着自己的生命来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将自己献上成为活祭 将我们自己那最好的一切献给神 将我们的祷告 将我们的敬拜来献给她 好不好让我们自由的来敬拜 自由的来祷告 哈利利亚 主要是的我们要来赞美你 主要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献给你 主要我们要将我们生命当中那一切最好的来献给你 主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打破在你的面前 主要让我们的生命愿意来改变 主要让我们谦卑的在你的面前 主要我们知道我们本是不配的 但是赢着你的恩典 赢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让我们能够自由的来到你面前来敬拜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赞美你 愿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更多的敬拜 让我们更多的来荣耀你 哈利利亚 主我们赞美你 哈利利亚 主我们赞美你 哈利利亚 主我们赞美你 我大过险给你主 我知道我不配 你是如此优美 别超过我所有 你深入我的心 让我内心的何求 就像你为我 有处保险 我向你掀上我心 我在这线上 做心向我寂寞 我在这线上 每个心向我寂寞 我在这线上 每个心向我寂寞 我在这线上 每个心向我寂寞 我在这线上 信仰 为荣耀的 为你 就要是我们每年的爱情 百年 是你的每一遍 吃过所有一切 我线上在你脚前 我知道我不赔 我的能力要线 我能力自拦却 你确定我生命 是我的胆胆为我 就像你为我 留出保险 我向你献上花心 我在这线上 坐心向我记 我在这线上 坐心向我记 我在这线上 坐心向我记 我在这线上 每个信仰会荣耀你 我在这线上 坐心向我寄 我在这线上 每个信仰会荣耀你 为你 各位姐妹 爸爸让我们今天晚上 教我们的祷告献给神 爸爸让我们为着教会的需要 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神能够来议议我们的需要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来开口祷告 让我们能够为着教会的意向 2020-2020来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意向 让我们真的能够在20点的时候 来完成这个意向 用准备的话 我要鼓励你大声的来祷告 因为当我们大声祷告的时候 神的圣灵就永远在 祂必定能够与我们的祷告 我要让我们一起开口的 来描准我们的意向 一起来祷告 好的 祢 Butter 祢 Butter 祢 Butter 祢auf 幫助我們 主要讓我們在20年的時候 主要讓我們能夠 開口多時間的教會 主要讓我們真的能夠 訓練兩排都是為了 人物在一個面前 主要幫助我們的教會 主要讓我們完成這個意向 主要讓我們真的 在一個面前 為你來做夢 主要讓我們的朋友 更正確的態度來故事力 主要讓我們的能力 都在一個面前 簡卑的手腳 主要讓我們在一個面前 有一個同心合理的力 主要讓你的聖地 就與我們同在 幫助我們 主耶穌我們謝謝你 主要讓我們要用我們的生命 主要讓你給我們的意向 來服侍你 主要讓我們要來榮耀你的命 主要讓我們謝謝你 再給你 願你親自的來與我們同在 來自我讓我們去給我們 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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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繼續來為著長胎小組來禱告 求神幫助我們 讓他們透過長胎小組 真的能夠來拆養神的福音 讓我們有更多的弟兄姊妹來到祂的面前 好不好讓我們一起開口 為著教 為著長胎小組 我們一起來禱告 他們很好 主要是讓我們教我們的長胎小組講廣天的面前 主要幫助我們 主要讓我們透過長胎小組 能夠拆養祂的福音 主要我們將祂的愛在在一個社會上面 在一個城市的當中 主要要近�die幫助我們 主要讓我們的長胎小組越做越好 主要讓我們有更多的弟兄姊妹 祝你来到你的面前 加入这个敞开小众的行列的当中 祝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 不管是在家庭 还是在外面任何地方 祝阿让我们都有 传福一个生命在当中 祝阿让我们有传福一个生命 在我们的里面 祝阿就求你来帮助我们 祝阿愿意的恩典就与我们同在 祝愿所有的切实你赞给你 我们要将我们的一切 现象在你的面前 祝阿让我们生命的每时每刻 都来荣耀你 祝阿让我们透过敞开 祝阿让我们有更多的地球 可能来到你的面前 祝阿让我们要来葬给你 祝阿让我们开口在你面前 来荣耀你 祝阿让我们知道 你的话语是有能力的 祝阿让我们在敞开小众 在宣讲你话语的时候 你的能力就与我们同在 你独一的大名就在当中来运行 祝愿所有的谢谢你赞给你 愿意就来陈我们牢牢 你牢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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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牢 那一mil die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姐妹让我们继续来为着文创中心的健康来祷告 生命定地与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对着文创中心我们继续地来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神必定地建造这个地方 当我们同心可以祷告的时候 神就开始动工 当我们真的建筑的制造能够赶快地下来 让我们这一个贷款的工作能够赶快地完成 由姐妹让我们一起开头来祷告 也愿意神帮助我们 当我们在动工的时候 那滴香滴下水能够赶快地回去 好吧 让我们一起开头来祷告 阿弥陀佛耶 主啊 将文创中心的健康 交错在这手中 主啊 自己的能力与我们同在 主啊 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将这一个用大优胆的事 能够来完成 主啊 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通过你的能力 来完成这一个圣殿 主啊 来完成这一个文创中心 让我们真的能够将这一切的龙角 唯一在你的面前 主啊 约你就来 求你我们的祷告 主啊 用这一个文创中心 来拥有你的生命 主啊 我们要来在人面前 向你哭求 主啊 跟这个建筑的制造 都赶快地下来 主啊 你相信 你要帮助我们 来完成这一个又大又大的事 主啊 你就来求你我们的祷告 留心你听我们的疼求 每一个心事与动力 来听于我们的祷告 主啊 要帮助我们 主啊 让我们能够赶快地动工 主啊 我们所需要的金钱 用你而缺乏 主啊 让我们的代行 又赶快地来完成 主啊 帮助我们 当我们在动工的时候 那一切的地下水就要来远离 主啊 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来完成这一件事情 主啊 使我们谢谢你赞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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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我们要教我们的一切献给你 主要是我们教我们的祷告来献给你 愿意就来悦纳我们的敬拜 Hallelujah主要我们赞悲你 这香糕的玉米 这香糕的玉米 是我所有的一切 我打拖鞋给你主 我知道我不配 你是如此浪费 别超过我所有 别胜过我的喜乐和我内心的何求 就像你回忆我 留出宝鞋 我想你献上我心灵 我在这现场 坐现场过境 我在这现场 每个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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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踪要你 未踪 勇杰 讓我們繼續來禱告 我們為著12月份 就傳福音的月份來禱告 讓我們特別為著12月26日 聖誕晚會 就是一個福音的 眾眾員的聚會來禱告 求神幫助我們 讓我們教會的弟兄姊妹 能夠來看你更多的心靈友在當中 讓我們能夠明白福音的大能 讓我們都可以知道 傳福音是充滿著喜樂的 是充滿著神的能力的 要不要讓我們一起開口來禱告 讓我們為著那一天晚上的晚會 我們一起同聲來禱告 一定要說我們家聖誕晚會 我們的聚會從開始到結束 都交過在你的面前 說要願意給你這幾點 我們每一個預備彤彤的辛勞 說要讓我們那一天晚上 有許多的弟兄姊妹來到你的面前 讓他們能夠來頻繁你福音的大能 說要讓他們都可以知道 我們教會的每一個弟兄姊妹 都一直以免得可以 過來傳承你的福音 說要讓我們在十二月份的時候 說要真的是能夠得到更多人的靈魂 主啊就求你來幫助我們 哈利利亞主啊就求你來帶領我們 哈利利亞主啊就求你來帶領我們 哈利利亞主啊幫助我們 說要讓我們在你的面前 充滿著你的愛 讓我們用你的愛 來愛這些弟兄姊妹 讓每一天晚上 所有的節目 每一個戲劇 每一首詩歌 每一個分享 都充滿著你的見證 對啊都充滿著你福音的能力 主啊願意求來隨你 哈利利亞主啊 忍不贏 寂遝 寂遝 寂遞 sexy 熊 know me 6 也為這12月27日的收徒主日來祷告 求神幫助我們 讓我們那一天 可以得到更多人的靈魂 讓我們真的在這個月份 這一個集見所做的敞愛小組 讓我們有一個收徒的時候 求神幫助我們 那一天第二檔的主日 有許多人來到祂的面前來受洗 能夠在12月面前宣告 祂成為聖兒女 好吧 那我們能夠開口 為著12月27日收徒主日的聚會 我們一起來祷告 祂耶祢祂 祂eté祂和將12月27日 合一個收徒主日 來幫助我們 祂要讓我們在邀請親朋友的時候 祂要讓我們充滿Sav Jungkook的能力 祂要讓我們的邀請的時候 緬yle也許在妖惑 給大家其願意錄板刺激的心 讓你願意的來參加 等第二趟的聚會 祝I還願妳幫助我們 阿倫 DEA 希望人 affle carr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让他们真的是有能力带领台湾的经济越来越好 带领台湾的前途越来越好 我们相信不管是台湾族的当选和候选的当选 神都愿意使用它 神都愿意透过它来让台湾的民众过着别人的生活 那么让我们一起开门 为这明天的中共大选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里比亚说话很赞美你 在我们将明天的中共选举交付在你的面前 祝你帮助我们 给你亲自的来检线 这一个合适的新意的福乐 当然你愿意 这个是带领台湾的前途 让台湾的前途都越来越好 让台湾的前途越来越有盼望 祝你让这一块土地商店 所有生活的感性 都充满着你的喜乐 都充满着你的荣耀 祝你愿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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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选每个地位 祝你让他们真的能够能在你的面前 充满着蜀天的智慧 充满着蜀天的能力 让他们真的是为台湾一块土地 让他们真的能够制定更好的法律在当中 祝你愿意就来随听 祝你让这些地位 让你一个一个人都可以来到这面前 成为基督府 成为你的儿女 成为你的子民 主啊 就求你来随意听我们的祷告 祝我们相信 我们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 主啊 必定就亲自的来拣选 祝耶稣,我们谢谢你,咱们你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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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线上 你的信仰 会拥有你 我在这线上 做信箱 我在这线上 每个心跳 会拥有你 为你 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最后的时刻 花点时间 为着自己的需要 我们来祷告 将你的祷告献给神 好不好 你可以自由的坐下 或者继续的站着 照着你的感动 你的需要 好不好 让我们有一段 安静的时间 在神的面前 向神来祷告 将我们的需要 交托给祂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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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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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祷 祷 交托在祢的面前 我們相信祢必定垂停我們的禱告 主要願祢幫助我們 讓我們願意謙卑的在祢的面前 將自己一切最好的獻給祢 好讓我們能夠勝過這個世界 一切的挑戰與困難 主要幫助我們 讓我們能夠完成 祢給我們那又大又難的事 主要讓我們能夠建造這個文創中心 來榮耀祢的名 主要也幫助我們 主要讓我們的教會 興起更多的弟兄姊妹 願意成為一個門徒 來跟隨祢的腳步 來傳扬祢的福音 主耶穌 我們也將我們的軟弱 將我們的需要交托給祢 願祢能夠幫助我們 讓我們學習 來勝過我們的困難 讓我們透過祢給我們的能力 來得著一切的幫助 主耶穌我們謝謝祢讚美祢 願祢垂聽我們的禱告 我們這樣子禱告 是奉靠耶穌基督得勝的名 Amen 聽同姐妹好幫我們再一次拍手 將一切的榮耀 歸給我們的神 聽同姐妹好幫我們一同起立 讓我們最後來唱 宋龍的詩歌 最後要請牧師來為我們祝道 主啊我神 我美風舉目觀看 你手手藏 一切奇妙打勾 看見新書 有聽到融融黑聲 你的大門也滿了宇宙窮 我靈歌唱 讚美救助我神 你就為難 我靈歌唱 在美救助我神 你就為難 我靈歌唱 我靈歌唱 在美救助我神 你就為難 我們一起高喊七聲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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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牧師來為我們祝道 願以死去的恩典 上帝的摯愛 聖靈的感動 滿滿以我們同在 從此時此刻之道 永永遠遠 Amen Hospital 這邊請坐 Amen Lum 右邊請坐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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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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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